最近全政府会收增值税 什么叫增值税呢 就是假设你在10年前买了一层楼 买的时候是200万 加10年后400万就卖走了 获利是200万 政府就会给你收税 就是你增值所的200万 政府去收最高是28%的税 即是56万 我觉得政府推行增值税的可能性很低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现时香港的楼市是一个限制 楼市不是很健康 甚至叫病检 政府还要收它的税 简单来说 你看它病不去治它 还要拿它的命 会令市场更差 第二个 如果你推行了增值税 很有可能就会多了一批 以前买的那些业主 在趁着未收税之前 卖走一层楼 会煲大 供应量 很有机会 变成一个隔禁定 即是一个骨牌后应 业主逗快出货 在一个下行市之中 各价促销就等于人齐 所以现时下行周期的楼市是非常不友好 不过是现阶段无可能 还剩关于物业资产的增值税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是女士 我们下期见 拜拜